另外一个就是洋房的洋 要如何学写呢? 第一话是点,第二话也是点,第三话是提,第四话是点 第五话是撇,第六话是横,第七话是横 第八话,要长一点点横,长横,第九话是树 再写多一次,第一话是点,第二话是点,第三话是 提,第四话是点,第五话是撇,第六话是横,第七话也是横,第八话是长横,第九话是树 同学们,跟老师来数一数,一话,两话,三话,四话,五话,六话,七话,八话,九话,羊房的羊是九话 好,接下来我们学写的是房,羊房的房 好,第一话是 cohesive again 第一话是点,第二话是点,第二话是很如 Rain, Frenchpas f sons 6. 横 7. 横 8. 撇 我们再来学习一次 1. 横 3. 横 4. 撇 5. 点 6. 横 7. 横 8. 撇 同学们和老师来数一数 举起右手,数一下 1. 画 2. 画 3. 画 4. 画 5. 画 6. 画 7. 画 8. 画 8. 接下来 9. 什么字呢? 9. 没有觉得比较熟悉? 9. 上次老师有教过 9. 公公的公 9. 公寓的公 9. 同学们, 来学习 9. 公 递得怎么写公字? 我们来递比 撇 第二就是 那 第三就是 撇则 第四话就是 点 第一个就是 撇 第二就是 那 第三 撇则 第四话就是 点 来跟老师一起 数一数 一话 两话 三话 四话 公寓的公有 四话 最后 我们要学习的是 欲 公寓的欲 来同学们 先看老师如何写 第一话是 点 第二个也是 点 第三 横 高 第四 竖 第五 横 折 第六 就是 横 第七 也是一样 横 关门 第八 就是 竖 第九 横 折 勾 第十 竖 十一 提 十二 就是 点 好 同学们 我们再来学习多一次 跟着老师来写 第一话是 点 第二话是 点 第三 横 高 第四 竖 第五 横 折 第六 横 第七 横 第八 竖 第九 横 折 勾 第十 竖 竖 下来 第十一 提 第十二 点 这个就是 公寓的 玉 同学们来我们数一数 举行的右手 跟老师一起来数 一话 两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公寓的玉有多少话呢 同学们 可以告诉老师吗 答案就是 十二话 你们又算对了吗 公寓的玉有十二话 接下来老师 要你们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 哪一个是洋房 看看图片中 三张图片 哪一个是洋房 请把洋房圈起来 不是洋房的话 插 打插 OK 同学们 老师给你们时间 你们先坐 请把洋房圈起来 不是洋房的话 插 插 请把洋房圈起来 请把洋房圈起来 好 最后一个就是动一动脑筋 同学们可以说一说你的家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你可以把你的家画出来给老师看看 或者用录音的方式告诉老师 我使用这个外面 按起来